我們道理上的全部力量 羅斯穆就講的 唯一恐懼的是我們恐懼本身 我們大家現在恐懼中國的崛起 恐懼台灣的發生戰爭 但是大家忘了 不要因為恐懼戰爭而忘記了 利用聯合國憲章的工具 我們要建立的一個政府是什麼 如果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中國政府 如果習近平連累兩屆了 包括如果鄧小平理論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持有動向平臨了 和平統一國兩制 而沒有其他理論 能夠解決中國社會主義論 就是國家審議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江澤民時代提出的 這麼一個習近平上學的觀點 就是當時王滬寧提出來的 本黨嘛 所以江澤民我當時提了一個報告 要同心同國共建家園 我們不同意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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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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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號 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社會實踐 我是在香港 高商區 發展公司第二貿易部 我是一個部門經理 當然我參加了一些 包括六四以後我就提出來了 空談信資信社 物我實幹改革開放新方 這就是我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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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n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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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нxV 這個生活 那個生活燈大會上提出來的 後來我們變成我們的這個工業區 metaphor 但是我在香港招商集图的同时是 深圳市财报财助联议会驻香港的领事 因为在深圳市国家办组织的财报财助联议会 1986年成立的财报财助联议会 第一个会的会场 首论会场 所以我一直就参与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第一家 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厂当副厂的 余德产是主干厨处长 那是社工公司就是主干厨处长 后来深圳是主军工副厂 他去调费 他去到西安去招聘 两天多人考试把我给破格选拔出来的一个人产 就直接安排在这个工厂里实习做副厂长 当业以后我就任命为这个副厂长 后来1987年我又经过选拔 内部招聘考试公开答辩 我被选拔了外派到现场招商区 达峰公司 就是这个二二号嘛 就是贸易社工公司 贸易服务公司 所以呢 我是在 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当中 给中央提报告 打报告 写总结 写叫反复一片的 这个排楼兵老黄牛 如此牛 实践者 实践者最有发言权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 今天在这里批判和质疑 一个中国三原则 质疑 台湾的中华民国台湾 户部隶属 台湾是个主权农利的国家 我们质疑 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政策 台湾人治理 香港人治理香港 台湾人治理香港 就是搞化海而界 这个化地为牢 就是搞了封建格局 就是制造 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陷阱 所以 我在1989年的时候 87年的时候 就给中央就打了个报告 就要提出来 必须在 香港 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提出了 同心同国 和平 和平 和平统一 过海驻军 共建家园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后来就变成立心 求真 我们要 要打不破不利 要打破 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在事物 在我们脑子里 建议的种种 条件框框 只有邓小平理论 而没有别的理论 这就是形而上学 这就是两个凡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理论上的 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 建国以来 我们一直把 毛泽东也犯了这个错误 邓小平最后也犯了这个错误 江泽民也犯了这个错误 胡锦涛也犯了这个错误 习近平 习非城市习而不昌 继续在犯这个错误 我就想到了 1905年 孙中山和 岩复 就是岩复这个 这个教育家 就在明尊手见面的时候 就说到一句话 中国人呢 有个略兵性 就是 总是想当皇帝 甲传乙 这个乙传乙 这个乙传乙 最后呢 甲 这个甲没有了 乙到了乙 乙还是要牵着这个 这个儒家文化就造就了 就是 废出百家 独身儒素 儒素呢 儒家的孔子呢 孔子的儒家思想叫 军军臣臣富富十子 就是搞淤淤政策 就是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之之 就是把老百姓 一定要服从 皇帝的领导 其他的都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错 孙中山也犯了这个错误 就是要四万万人民做皇帝 中国人呢 就是在这个做皇帝这个问题上上 这个这个儒家文化这个体制上上 啊 害了 全中国的民族 刚才几代这个中国文化 为什么落后呢 就是因为的思想保守 不能够解放 不能把自己看成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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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成一个世界的主人 自己应该做到哪些 叫民主也好 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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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什么也好 自由也好 人权也好 这个价值观也好 归根到底 你要是科学发展 而不是说你听从 听从你是哪一个 哪哪一个 就像那个 哈佛大学的那个那个 那个校训上 我爱我师 我爱无师 我更爱真理 你要再服从真理 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 这个叫批判着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 创造新世界 这就是我们啊 这一代人 不管是中国人也好 那个那个美国人也好 中国人还有一个观念 啊 就叫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呢 有好处 也有坏处 坏处就是什么呢 就排他主义 就看 就把自己 啊 就只看了自己这个民族的这个优越性 文化的优越性 而不去 不去吸收 其他世界各国的这个优越性 那所以呢 就犹太人呢 就认为犹太人 就认为犹太人 是这个最高等的民族 德国人 就认为德国人 是这个最高等的民族 美国人 就认为美国的文化 是最高等的 民族文化 是最高等的 中国人就认为中国的文化 是最高等的 法国人 就认为法国的文化 各个国家都去搞民粹 这个世界 就变成了四分五分 为什么欧洲 啊 不能形成一个权种呢 就是 因为欧洲呢 都强调自己个性 而不强调共性 中国为什么能够 能够统一起来呢 因为强调一个共性 强调大一种 强调皇帝 强调集权 强调党内呢 这个共产党就强调民主集中 其实用民主 啊 党内的民主呢 最后被党内的集中 可否决掉了 中国共产党 这个叫佩洛西就说了 是一个最自由民主的一个政党 没错 我在共产党内 啊 从1974年 我能够 给毛泽东写信 就说明共产党还是有一点民主 啊 我能够在 我能够 那个那个那个 我能够在那个 那个 我能够给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1995年 给江泽民写信 提出来 然后江泽民采纳了 发表了 才提出台湾问题 一定 我们一定要解决 解放台湾 啊 这个 然后这个解决方案 我能够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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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書記叫江澤民 因為江澤民和我父親他們是同事 同事新中國成立以後 中美機械局的一個系統的 我父親是中美機械局的國企生產客戶復刻的 他是在這個局裡面這一集 江澤民是在長春汽車製造廠的 籌備處長 所以他是一個處長 但是我父親是一個管 中美機械局的一個生產科科長 李彭麗也是一個技術員 朱鎔基 黃菊 李藍芹都在中美機械局 所以我父親是新中國建設的一個工程 我在這裡 所以我對待江澤民就像對待我父親一樣 對待看到我父親 但是我愛我父親 但是我更愛真理 人類的使命 朱鎔基就說的 就是在探索真理 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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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你越過了一點 哪怕是一小步 也就會變成牛目了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你為什麼成了這麼一個 到現在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好 沒有撤離解決好 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 澳門問題 就因為它現在是兩股道 台灣人治理台灣 香港人治理香港 澳門這個 這個 從根本上來講 不是這個國家還沒有統一 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香港 全中國人民治理香港 有一個特殊的條件 就通過人民代法大會 制定經兵法 那個基本法 通過基本法來治理香港 我們說新中國來講 人民的公民之間是平等的 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到中國呢 在這裡投資們呢 而享受的特殊的待遇 而中國大陸人 為什麼不可以到現場去 享受香港人的這個 這個特殊的待遇 這就是不平等 為什麼 中國的那個 中國的學校裡頭 台灣人 香港人 那個那個 澳門人 能夠享受到外國人一樣的 招生條件 那個住宿條件 洗澡條件 各種這樣的 還有蔣絕經 還有蔣絕經 這個住學經 為什麼 為什麼 大陸的那個 那個 山村的農村行 享受不到這種待遇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人 這個 這個叫 階級路線 過去我們講的階級歧視 我們現在就是 地區騎士 地緣騎士 這個就是 中華民共和國的這個 這個 正式法律 這不公平 美國 美國都沒有這一條 美國人 只要你 不去破壞這個國家 不去破壞這個國家的婚禮 人與人之間 是平等的 包括小孩 包括 男人女人 但是 舉牌是這麼說的 那個 種族歧視這個問題 也是由來一舉 那至少有 這樣的一個法律 我們 我們今天來講 為什麼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能在美國來 是這麼說話 而我在大陸說的是 沒有人聽的 因為我那個 雖然有民主 但是被集中了 被否定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19 87年 1997年 辦 不是那個 那個 1995年 1995年 江澤民發表了 1998年 李登輝發表了一個 李六條 然後我就開始給寫 給中央寫信 我說這個 免漢特殊 那個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要解決好 這個 跟兩國 不是兩國論 而是 同心 同國論 同時代表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 中華民國 的延續 延續 2758號決議 就是說 承認 中華民國 是代表 中國的 國家 承認 國家級承認 唯一的國家 名稱 從哪裡來呢 你們是 大家是可能說的 胡說八道 我給大家念一念 聯合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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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屆會議 大會結議 258號結議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政的原則 聯合國憲政的原則 是什麽原則 有兩重性 聯合國憲政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有兩重性 大家要注意 我們說 中國大陸 中國台灣 美國政府 美國人民 和全世界各個政府 就在這一個 回顧 第一句話 就沒搞清楚 回顧聯合國憲政的原則 聯合國憲政第23條 是承認中華民國 聯合國 是安理會的 創始會員國 人創會員國 這個 這個什麽意思 就是 這是個國家的存在 聯合國大會 是國家 是以國家主權 國家的名義 來組成的一個 俱樂部 一個維持世界 和平衝突的一個國際俱樂部 制定國家的 維護國家的安全度發展 美國國憲政 就是在這裏 聯合國的 這個照片 我在這個照片上 他那個 蔣介石 簽制 這個 中共代表 這裏 聯合國大會的 十人代表 這個照片 大家都是 熟人想 但是爲什麽沒有進一步去想呢 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读册在联合国的宪章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潜台词 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那么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法权利和这一篇联合国宪章 在维护联合国宪章所要地区从事的事业 是必不可找的 中华人民共和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在哪里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延续 这个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承认这个合法性呢 他因为他觉得自己为此基礼 这个叫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不是中华民国 这个就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不是一个国家的名义的成立 这一点我们 我们99%的共产党 99%的中国人民 没有考虑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以中华民国的 这个国家的延续来成立 就是一个成立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不是建国大会 是建政大会 我父亲在台湾 起义 西岸投兵 1949年 年初 就是在上海战役 上海的湖村战役 之前 二十八世界之后 起义了 西岸投兵 回到了上海 上海解放的时候 我们家就住在宋庆林故居的邻居 那是同一个街道 后来我们的档案 资料就报到了 北京的中央组织部 经过审查之后 分配到东北级界之城 我们赚一个起义人员 我们这种起义 不是战争的起义 不是投降的起义 而是投奔共产党 来建设新民族主义的 新中国 就是建设民族主义的中华民国 就是建设 徐民族主义的中华民国来了 所以我父亲一直都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后来他参加的是一个叫自公党 自公党就是美国的 罗斯族美国民主党 在中国的一个组织 组织的民主党 对不对 所以我父亲是 美国民主党 罗斯波的学生 最深的后来人 我在讲 因为现在大家包括了中华人民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产党 政府 国台办对2758的解释 不准确 因为认知不嫌强 跟法律上有错误 我是学数学的 我这点法律知识是在香港招商区做经理的时候 在上海中山大学那个老师给我补充的一些法律知识 我没有上过国审 我也没有文凭 法律文凭 但是我只有一个合格培训证书 但是我理解是这么理解的 我那个意见 也通过Facebook 我给美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专门解释了 我对一个中国的认识 我2758的看法和质疑 我质疑什么呢 质疑一个中国的原则 台湾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 一天一国 马英九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条 我质疑过 卡特总统提出的 一个中国台湾关系法的联合公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对这个中国这个 这个2758的意思是理解 认知不协调 你认知了 你宣布了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没有担起这个责任来 包括下面来讲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 他下面一句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组织第一 我们先讲前半句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我想习近平同志你是法律学毕业的 邓小平他是军演主人 他可能搞不清楚法律的关系 邓小平是搞工业的 搞基础工业的 王洪林他是学法律的 李克强也是有法律博士的 王洋我不知道是怎么毕业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这么说 包括国台办 现在什么刘洁一也好 过去那个当什么青春也好 你们要听听我这个解释 我的质疑 我的批判 你们对这个解释没有解释清楚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个中国是什么中国 联合国组织的中国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 这个是说 我们不是搞两个中国 而是一个中国 中国重策着国家的承认 国家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法人代表 不要全部否定中国的中华民国 否定中华民国的结果是否定了自己 这个就叫习内尚上学 习内尚上学 从斯大林开始 共产党 所谓的共产党就是搞一党制 这个这个一年堂 这个就是搞着习内尚上学 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搞习内尚上学 这个就在一个中国的原格基础上 我们就暴露了我们这个举国体制的一个软肋 我这么讲啊 可能有点 因为什么呢 这个叫做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一个失误 我们愿意帮助这个共产党也好 帮助这个习近平 因为决策的每一个失败 都是由于我们的判断错误 我们误判 误判中国 能够组织当中华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产国 错了 中华人民共产国就是民不其实的中华民国 就是徐民得慈的中华民国 这个关系 这个叫做符合性判断 这个概念呢 这个概念呢 就叫符合性判断 你不能判断 这是同一性概念 而不是说非此地理的概念 不是你 你是老大 我是老二 不是那个关系 不是并列的关系 就是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创立者 一个是延续后来者 如果这么这样说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好 朱雄山是创始的 是吧 那么毛泽东是继承者 我们不要用儿子和老子来平等 我们用这个一个国家 因为公民来讲 他都是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我们用平等来讲 没有 台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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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的权利 它不是有代表 中华民国的权利的 在1971年2758决议以前 他是代表中华 台湾这个蒋介石的代表 台湾这个政府当局 是中华民国的联合国组织当中的代表 但是之后 他就不具有代表性 这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概念 就叫到期作废 法律再次以后 就没有你这个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利了 所以你这个当官领待了 蒋介石就没搞明白 周书凯 然后这个李登辉 那个那个那个 像蒋经国都没有搞明白 中华民国还继续存在 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华民国 什么两国论呢 中华民国在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名称 就叫中华人民共国 中华人民共国 没有在台湾 你这在台湾 台湾什么 你就 你现在是两个都是战争状态 你战争状态是什么样 你怎么那么和平叛叛 你战争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你没有得到的权利 这个在台湾的状态 你怎么和平统一 邓乔民理论的荒唐就在这里 叫龙虎与蛇 你虎谋屁 你不经过战争的结束这个谈判 你怎么能够谈和平统一 你的合同的法律一记在哪里 你没有得到台湾人民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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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合法的那个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代表权嘛 你这个代表权是 用战争 这个按照战争法来讲 你现在在 你首先你自己就已经 你就已经不遵守中华民国的一个宪法了嘛 你认为一个宪法了吗?认为一个宪法可以,那你要去完成你的任务,你要解放台湾了。 你又不想在武力上解放台湾,又空谈和平,你这叫空谈物博呀。 邓小平因为他是搞军事的,又是老权,他不同法律,知识有限,我们可以原谅他。 邓小平因为他搞工业的出身,搞四个现代化,可以。 胡锦涛因为他不是法律的模式,他因为政治独立。 旁边有一个文长,有一个师爷叫王沪宁,王沪宁是搞比较政治学的。 王沪宁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就叫什么呢?就是行人上学。 就是一个康生,陈伯达,四伦邦,杨文元。 他的思想体系是一脉象成的。就是搞持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 他就是停止的观点,自己的观点,一脉情愿的观点,就是过度的自信。 你为什么不是与世俱进发展呢?你停止的观点就是行人上学的观点。 你只有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发展,你就恶致别人发展。 我在1997年,就提出来重新通过贡献家园这个观点。 就认为我的观点不能够发展呢?就回答我的观点,十五大回答我这个观点,建议的观点。 就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观点。 你再提出重新通过理论,不行。 但是经过实践检验,我的理论是成功的。 我的理论超越了和平农医一国两制的理论。 我这个不是在这时刻一郎十大。 我认为我的理论,下面我提出了一系列。 后来我又参加了2097年,在美国参加了全球华人的触碰他。 隔来也证明,中国的所有的国台办的李温一,还有叶克冬,所有参加过。 2007年美国华盛顺,反都处总大和平大候选,都知道我提出了一个主张。 和平农医一国两制在台湾,在香港可以行,但是在台湾行不通。 所以一国两制不可以用台,就是一国两制不能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首先他没有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的连续。 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认知不协调。 你思想不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不解放,就解放不了台湾。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是基尔上学。 中国民国的, Constitution,和民俄信学来说今天, 中国共和国华民国人, 因为你所有信号没有, 国土上没有一个消购国。 這叫法律優先原則 我們要建一個法治的社會 毛澤東那個建國時候還不懂得法治 這個叫做我們現在要建一個權力是有限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個國家主席也好 你這個有限的政府 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是一個責任的政府 在你的國家主席界內 你就必須解決臺灣問題 你不是用和平解決 而是用誤差手段去完成解放臺灣的任務 你憑什麼說你實際上你可以出來說 你憑什麼可以連任呢 這個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你就要相信黨和相信人民 你就不能光相信自己 二十大舉行到齊下站 這就叫共和制 你們一個人他總是沒有完 世界上沒有完的 沒有完 一個黨也沒有一個完全中學的黨 你為什麼不相信別人 為什麼不相信李克強 為什麼不相信王陽 不相信其他人 能夠解決這個 王岐山 你不能相信他們能夠解決臺灣問題嗎 因為法律是你不能超越法律 你不能超越法律去授權 法律受於你代表中華民國的權利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認知不協調 不是一個人的認知不協調 不是一個人的認知不協調 是全黨習而不察 習以為常 習慣成自然 但是 約定俗成 習非成是 這個問題就可怕 一旦分化起來 就不能變了 我們一代一代就是不能變了 所以你今天解決不了臺灣問題 下一節還解決不了臺灣問題 如果習近平的下一個決方人 如果違反了習近平、鄧小平與亂 那麼他也要犯錯誤 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自己把這個 學而上學的這個 這個威信主義論子 要遺傳下去 鄧小平說了 如果一個黨一個民族 只有一個觀點 那叫亡黨亡國呢 這南軍講話 我們當時就在 國軍就是南軍講話的 就是第一受理者 那麼下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安全理事會 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就承認了 這就怎麼講呢 這就承認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代表 現在的中華民國 因為 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的規定是 中華民國是 常任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你只有 你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 你才能做在這個 安全理事會的交流上 你只有通過安全理事 聯合國安理會的程序 才能夠廢除中華民國這個 國號 這個名稱 你沒有進過這個程序 你就不能改國號 你就不能改名稱 毛澤東因為他 因為改了國號 他最後一生當中最後悔的事情 就是改了國號 就是因為 在那個 那個 建國之前那個 工程剛引上 就提出了一個 那個 那個叫 師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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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徒美堂 美堂 就是美國的志工黨 就是美國羅斯污 那個 法律律師 那個黨 提出那個 就是要改國號 但是他說 不改國號 那麼 中華民國的國父 就是去弄山了 你就不是一個創始人 這毛澤東的一面之差 就改了國號 改國號 但是呢 本質上 法律上 你沒有通過法律上的程序 所以 法律沒有授予你的 你就不去利用這個權利 1949年到1971年 你雖然在名義上 是 中華民國是代表中華民國 但是 聯合國沒有 沒有給你授權 在這段期間內 按照 台湾國計法 是 1979年 1月1號以前 美國是承認中國 是 中華民國 是代表中國 國家名稱 只不過是 中國 他因為聯合國 聯合國 275法律 他的本質是選擇代表權 就是誰代表中華民國的問題 現在 再來 就是 決定 恢復中華人民共同國 的一些權利 主要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權利 承認 承認 他的政府 的代表 為中國 在聯合國 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唯一合法 中國的唯一合法 代表 是什麽 是中華民國 國號 注射的 中國 固有領土 固有 全體人民 人民主權 和民主主權 以及 一切 聯合國 享受的 國家代表 然後 累計 把 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 組織 以及一切 機構中 非法占用的 席位 驅逐出去 這個什麽意思呢 也就是說 今天 我們一定要把 臺灣 民政黨 這些分裂的黨 分裂中國 分裂中華民國的黨 從臺灣的 所占用的 一切地方 一切席位 一切權力當中 取出取取取 這就是2758 21 你中國共產黨 研究2758 研究了40年 50年 你沒有搞清楚這個 道理 你寫出的白筆書 就是 鯉春佩最麻底的地方 原來還有 鄧小平的理論 最荒謬的理論 就是說 臺灣人是 臺灣 不過還住今 連文言也不看 簡直是賣國主義者 都不會 你 你 你 荒謬不到 荒謬不道 荒謬不道 嚒謬不道 豐謬不道 不會自己跑掉 唯一合法代表白字做梦 它叫一代一代融合发展 这个叫做什么 融合办 这个叫做毛里的毛驴 还有一个语言呢 伊西纳一个语言叫农夫与蛇 那个一蠢的农夫 在这个台湾问题和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就是一个农夫 在这个白帝书上 习近平主导这个 融合办法就是毛里单 毛驴 因为 由于不决 当断不断 反受勤乱 该解决台湾问题说不解决 你现在能够解决台湾问题不解决 不要怕这个先办案后办案 就是毛驴的毛驴 所以说 人民呢 眼睛是血量的 为什么 包括台湾人民 在这个 任何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共同国这个问题上 也有很多人是血量的 还有这个人 从这个民族呢 万万是我们自己 这个呢 解决台湾呢 应该是迫在为劫 这个呢 解决台湾呢 应该是迫在为劫 这个 内渣说是答 多少是从来集 一万年太久 几个朝夕 我们习近平同志 还要在明日逢明日一年第一年 这叫破坏党的纪律 不尊重中华人民共同国的宪法的根本大法 你国家主席不能完成国家主席的责任 你就应该另找高明 法律授予你的权利 就是有两个责任 一个法律效益的权你必须去做 你做不好你就让给别人做 这是一个各个民主国家 现在的民主国家的一种基本成型 不管是苏联也好 各个国家也好 皇帝都要尊重 慢慢地走上一个共和的道路 共和共和 大家都有份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只要你一个人的权利 你能够掌握中华人民共同国的权利 你不要等到你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最大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类似的闹席 就是不要等到这个人死了以后 才把权利交出来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全力都不愿意让给别人 是吧 就是人亡正习 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人亡正习就是这么来的 我这个皇后的房号是1905 就是1904年 就是1904年 1905年 孙中山提出 孙中山和颜复 在伦敦谈论中国的 命运和前途的问题 我是官属人呐 你不是要听我这个 习近平2019年的讲话 要听台湾人的治理台湾的意见吗 这就是我的意见 这个台湾人在谈治理台湾 一个中国的意见 这是我用嘴上 口头上来讲的 你在 这就是解放军战争这个经验 你不到 你到这个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不把台湾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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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国民党的军队也好 台湾的军队也好 你到走投无路 不把民进党走投无路 他不会投降的 什么融合发展 就是和平主义 随进主义 你会闹路 这个叫做空想社会主义 习近平了 同志 我我说的这个叫 这叫十二上学维心主义 IT书这个一般都是 后面 从前都是解释 你那些灰台正是干什么 你你结果你培养了很多 多少贪官污吏 包括我们的半导体 半导体这个行业当中的 多少有鬼神神 多少贪官污吏 所以我在我在 我在多少 纵容了多少 台上尖声坑门拐变 电信炸变 多少 害了多少 那些 简单幼稚的 大陆 这个大陆的 这个善良的老百姓 我有这个案例 我有几个天生的仇师 包括湖南那个教育师 教委的合作 包括惠州的 惠州这个 国财办 国务市财办 都知道的 唐津塔园 坑林拐骗 中国的第一号 这个什么 第一号这个 大骗子 台湾那个大骗子 可是可是我们的 惠州市政府 我们 顾西洋间 包裂一手之天 你假乱真 坑害百姓 惑国殃民 老百姓怨声再闹 我们这里还不改 就是因为权大于 权大于法 要在法上 为什么我们 我们之后会出现腐败 王在法上 现在美国甚至今 被中國人給腐敗了,被臺灣人腐敗了。 臺灣人最會用金錢來收買美國的議員和政客了, 包括佩洛西,包括格萊銀,包括這些議會的一些代表, 全都是同盟被臺灣的民主黨、國民黨等等這些人收買了。 中國人就會收買內容,腐敗,就拉入腐敗。 這就是中國的文化,是略根性。 所以要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敢於鬥爭,人貴有自知之明。 你能戰勝別人,叫聖人者有利,知人者智,聖己者強。 習近平,陳水扁說我是大陸的有利人士。 為什麼叫有利人士?聖人者有利,能夠戰勝別人的人,叫有利。 他在2004年參加了臺灣大選的,給我提出一個小準條, 大陸有利人士。 你知道為什麼他給我封了這個名字嗎? 我告訴你。1995年,我在2005年,我就策劃他。 2005年,在52090演出以前,我策劃了他一個, 就是演奏以後,參加聖海什麼會議? 世貿會議還是什麼會議? 然後他邀請他來參加,並且到湖南的延寧縣參加這個技術活動。 我策劃了這麼一個活動。 紀念延芳父孫,我做了這麼一個,我們叫民眾電子商務公司。 我正在當公司主任,我策劃了這麼一個活動。 從那個時候,2000年起,我就和臺灣的中東府, 金智海外長,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就打上交道。 他們那時候就知道,所以提出一個, 重新重國,和平統一,貢獻家園, 是吧? 內心求生,貢獻家園這麼一個。 你們記得2065年,連戰率團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提出一個口, 我們都是有信任,什麼信任? 什麼信任? 現在是怎麼產生的? 美國是屬於大陸, 連冰從西,2000年前, 連冰從西,租了中原,中原大陸, 我就說了, 十四年中國人, 還就明白,要突破下去, 十四年阿拉斯加這個地方, 是中國來的, 和漢兵就是中國來的, 要重新重國, 原皇子孫了。 美國這個處境, 美國是國家的處境, 你敢不敢存在? 你敢不敢存在, 你就這個重新, 人家就成為統一。 台灣關係吧, 中國就是統一, 我根本的一個人, 共同接受美國, 就像美國的這個統一。 那麼, 重新就是後天,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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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這個統一, 維安,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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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就是被統一, 被接受,被改造, 被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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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園出移民, 圍蟲出移民, 圍蟲出移民, 放棄, 2013年, 塞充四馬, 燕州飛行, 各個人共一山, 這個設計就是台灣的出路, 全台灣的, 法英九知道, 成績遠知道, 蔡英文知道, 張亞中知道, 連帶鄭知道。 的地方是沒有想法的。 你做法。